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老板 锦标会的资料已经和 对不起 老板 没事 难道是白秘书 没忍住对我做了什么 才有研究辞职 老板 我找到了取字笔 这个呢特别好 擦一下就 我自己来 没关系的 我帮你擦一下 我说了不用 原来 白秘书这么讨厌我 白秘书 白秘书 我干嘛又闭眼啊 你和我想象的真的不一样 我 我 是五月二十 这不是预知 是玄幻 是玄幻 我果然是要拯救世界的男人 白秘书 你居然敢这么对我 白秘书 你和我想象的真的不一样 你和我想象的真的不一样 完了完了 这事儿肯定在嘲笑我自作多情吧 好端端的为什么要闭眼啊 丢死人了 怎么没电了 十点半了 老板 你怎么来了 白秘书 学与矿工了 电话不接早会也不参加了 淡定 反正他也不记得 淡定 我 对不起老板 我睡过头了 睡过头了刚好 刚好吃午饭 我给你买了五个煎饼 没有开始给我买午餐了 难道他真的对我 谢谢老板 这个点在午饭一起 多吃点 不选事 我骗人事 今天的煎饼怎么这么甜 怎么感觉吃得还挺开心 挺厉害的嘛 调回拳机 还有金腰带呢 白婧 你居然这么讨厌我 老板你听我解释 我 皱巴巴的 一看就被打过很多次 好心没好爆 吃什么吃 换完一份去公司 好 好 开箭啊 你太胖了 走楼梯锻炼吧 好 真的很胖吗 明明闹着辞职要去腾飞 却还这么认识工作 你看一下 这个记得我们的收复 还有那个 白秘书 你到底在想什么 难道 白秘书是腾飞派来的商业间谍 果然被我抓到了 来 白秘书 怎么又拉我手 你太让我失望了 你说要拿的是什么 我 是 李总监的工资结算 辛苦了 我 他这是怎么了 我又是怎么了 白秘书也不像背信其义的人 难道是急用钱才被腾飞收买了 你已经盯了我十分钟了 他到底想干嘛 老板 这是我的被子 我渴了不行吗 你 白京 你凭什么让人事开除我呀 金总 你一定得替我做主啊 白秘书这 是我要开除你 出去 哎 他今天真的很奇怪 上班时间白秘书要去哪儿 难道是去个灯飞街头 又跟着我干嘛 不会真的对我有意思吧 老板 有事吗 白秘书 家里村出什么事了吗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天啊 都开始关心我家里了 一切都好了 现在很多人想要花明天的钱 又没有能力还 你用过网贷吗 网贷 老板你要借网贷啊 是公司的资金利息 我是问你有没有借过网贷 但是你需要的话 我可以去了解一下 不用了 那个你这是去哪儿 上厕所 你呢 我 我也是 好巧 那一起啊 又啦 怎么了 上车 你是不是 合约来 才有什么意思 怎么打开 你怎么打开 我那么不见面 你怎么打开 我背后 你怎么打开 你怎么打开 我为你那些人 你怎么打开 你看我 你其实会打开我